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安突然撤走 这是故意制造自由的假象 战恩宠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 警方似乎对这次会面有意放行 他说在他们来访前 警察突然在早上8点钟的时候就撤走了 一直到特里帕尔 也就是这位议员和翻译 12点钟离开之后 警察自己又回来了 他说上海政府现在是公开造假 营造一个没有人监视我的假象 在我个人看来 我觉得有更多的内容 其实他当时这位议员曾经想在北京见胡家的太太 没有建成 被警察搜了 被警察挡了 连要给胡家的女儿的礼物都没送成 那到了上海 为什么上海就可以呢 其实我想说呢 这是上海警方 因为各地到了哪个地区 一定是归哪个地区当地的国安去管 一定是上海警方故意让他 让这种律师 有机会来见到这个欧洲议员 目的一定不在见面本身 而在见面之外 这种律师呢 自己说呢 能够达成这样的见面 是因为欧洲议员呢 来见曾经议员的时候 曾经受到阻挡 遭到这个曝光 而且中共感到压力 第二个呢 是中欧之间的关系恶化 而法国总统明确表他要会见达赖喇嘛 所以中共提出要延期到12月初进行中欧会议 他们明显感到压力 我自己觉得呢 我个人呢 这都是个人的见点了 我觉得张宠律师呢 确实没有把他的这件事情跟 杨家联系起来 我个人看法说 在上海警方透露有关杨家的态度和某些事情的时候 是透过郑恩宠律师的 郑恩宠律师自己的好心 好人呢 被恶人利用了 大家可曾记得 在杨家的案子二审之后 杨家的主要的辩护律师 翟健律师 就曾经突然打电话给郑恩宠律师 并且透露了有关杨家案件当中的某些事情 其中就是透过郑恩宠律师说出来 说杨家的母亲可能已经自杀了 已经死了 而郑恩宠律师当时的判断说 99%是自杀了 事实呢 是被警察抓走了 而当时的文章我记得很清楚 郑恩宠律师说 翟健律师表现出来的非常诡异 非常那样的笑容 所以我想讲的一个概念 透过郑恩宠律师 让他与国际社会的人物有所接触 把大家的目光视线转移出去 缓解整个舆论对杨家案件真相的探讨 这就是中共上海警方最主要的目的 在被采访当中 郑恩宠律师说 他向议员亲自证实了什么叫家庭监狱 他讲述他自己的情况了 从这个监狱出来之后 一直就被十几个警察监视了 而且他电话被掐断了 但是电话被掐断了 结果每个月电信局还给他寄电话单子 所以当时张议员听了以后 说这个议员非常的愤怒 此外也提到说 欧洲议会一直关注中国人权 为什么中国人都感到自己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 为什么不起来争取人权呢 那 郑恩宠律师讲说 欧洲政府是民选政府 民选议员 但我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那另外呢 他也提到有关法轮功的问题呢 他说法轮功冲破了中国的柏林墙 这里呢 他主要是这么讲的 当议员问及说 郑恩宠律师是如何获得外部消息的时候 他明确说 中共当局对信息的封锁 但是因为法轮功的学员发明了破网软件 那使得中国人民又能够有机会突破重重的封锁 接触和了解到海外的信息 那中国的柏林墙呢 已经倒塌了 法轮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软件 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 以此同时呢 郑恩宠表示说 以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呢 来证实目前高达四千五百多万 将近四千六百万人退出中共的相关的组织的这种真实性 他明确向语言表示说 他自己就曾经相信过共产党 但是最近公开站出来 以真名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 那此外呢 郑恩宠律师呢 也明确对记者讲说 欧洲议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让中国人们知道了中共当前 中共当局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是有所顾忌的 否则的话 关于人权的解释权 又在党文化之下进行解释 老百姓又听信了中共的谎言 认为外国的人权不适合中国人 认为中共的人权比外国好 他说透过这次会面呢 透过外国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呼吁呢 让老百姓认识到什么是人权的普世价值 而人权本身又没有国界的 所以我刚才明确讲说呢 在我看来 真宠律师这次有机会 跟这个欧洲议员的这种接触呢 是中共本身承受不了有关杨家案 和他们在第一时间就把杨家灭口杀掉 这种给造出来的社会的压力 这种压力 包括我们说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的 上个星期他杀掉了有一个所谓的台湾的间谍 整个这些内容 整个这些做法 这种不同于寻常的做法 都是为了缓解杨家一案所带来的压力 那反过来讲 杨家这件事情 杨家是冤死的 恐怕八九不离十